以下是与詹姆斯·盖茨·James Gates·Jewart的对话 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和布朗大学的教授 致力于超对称性、超引力和超显理论 他曾担任前总统奥巴马的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现在是一本名为《证明爱因斯坦正确的新书》的合著者 该书介绍了试图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们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我不仅与计算机科学家进行对话 还与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人进行对话 对我来说 人工智能比深度学习、计算机等更为重要 它是我们文明探索人类思维和在机器中创造回音的旅程 当然 这个旅程包括理论物理学的世界及其实践的第一原则数学思维 以探索我们现实的基本本质 这是人工智能播客 希望您订阅 在Apple Podcast上给他五星好评 在Spotify上关注 在Patreon上支持 或者简单的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 我的用户名是Alex Friedman 拼写为Friday My End 如果您在Apple Podcast或YouTube上流下评论 考虑分享您感兴趣的想法 人物和主题 这有助于引领此播客的未来 总的来说 我喜欢那些充满善意和深思熟虑的逗号 这个播客对我来说是一个副业 但我仍然很努力的在做 所以来自一个了不起的社群 也就是您的积极支持和正面的话语 真的非常有帮助 最近 我在介绍中开始做广告 在介绍完之后 会做一两分钟的广告 但从不在对话中插入广告 因为它们可能会破坏谈话的流畅性 希望这对您有用 不会影响您的收听体验 我会提供时间戳 您可以跳过广告和介绍 直接进入对话 但是 如果您听取广告 并尝试使用被广告的产品或服务 那将会对我的播客提供支持 这个节目由CashApp提供赞助 App Store中排名第一的金融应用是CashApp 我个人使用CashApp向朋友发送货币 但您也可以在几秒钟内使用它来购买 出售和存储比特币 CashApp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投资功能 您可以购买一美元的股票分数 无论股票价格如何 经济服务由Square子公司Cash Shop Investing提供 我很高兴与CashApp合作支持我最喜欢的组织之一 这个组织被称为FIRST 以其FIRST机器人和乐高比赛而闻名 他们在110多个国家教育和激励数十万学生 并在Charity Navigator上获得了完美的评价 这意味着 宣赠的钱被最大效益的使用 当您从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CashApp 并使用代码Lex Podcast时 您将获得10美元和CashApp CashApp还会向FIRST捐赠10美元 这个组织我个人见证了 其激励女孩和男孩梦想工程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现在请听我的对话 我与F詹姆斯·盖茨小姐的对话 你讲了一个故事 当你8岁时 你深刻地意识到天空中的星星 实际上是我们有一天可以旅行的地方 你认为人类会冒险离开我们的太阳系吗 哇 问题是 无论人类是否离开太阳系 这将是一个挑战 只要我们今天拥有的物理定律 是准确和有效的 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正如您可能知道的那样 我是科幻小说迷 所以我喜欢梦想星际飞船 和旅行到其他恒星系 但是这些障碍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我们成功离开太阳系 我们将使用的太空船 是否看起来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太空船 还是需要根本性的突破 才能拥有真正的星际飞船 也许一些关于宇宙工作方式的非常激进的观点 将不得不在我们的科学中发生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 使用当前技术建造多代星际飞船 其中登上飞船的人并不是到达目的地的人 即使我们这样做 也会面临心理问题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也会面临挑战 对于许多人而言 即使到达火星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妙的家园中 有一个保护性的磁层 使我们免受宇宙辐射的侵害 一旦离开这个保护层 有一些估计认为 例如 如果您现有的技术将某人送到火星 大约经过两年的时间 离开这个保护层之后 他们就会遭受辐射伤害 这可能意味着患癌症 这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即使我们能够克服技术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 火星是一个恶劣的环境 你会发现马斯克的SpaceX公司 和其他人类航天机构 正在努力将人类送上火星 你觉得 我们有一天能够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吗 首先 我非常确信 我们不会在2030年之前 将人类送上火星 这是公众辩论中 经常听到的一个日期 挑战在哪里呢 你认为 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认为 最简单易懂的方法涉及金钱 你看看我们是如何在1960年代到达月球的 从肯尼迪总统提出挑战到成功登陆月球 大约需要十年时间 我当时正在麻省理工学院 所以记得看电视直播 我们是通过美国政府的NASA 这个非凡的技术机构实现的 它占据了国家经济产出的约5% 因此你可以说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 相当于国家经济产出的5% 让我们飞行了25万英里的太空 火星的距离是月球的100倍 因此 我们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和更长的时间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您至少要面临100倍的挑战 而我们政府花费的资金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我的观点是 我很难想象 我们能够在2030年之前登上火星 而您在讲话中提到的JFK的那部分内容 即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它们容易 而是因为它们很难 这是一句非常美丽的话 我希望能听到现代总统 关于科学事业的发言 虽然我们也期望有这样的总统出现 但即使像我所说的 即使您解决了技术问题 我最担心的是生物工程方面的挑战 然而 我要冒一下险 我认为到了2090年左右 或者2100年左右 也就是120年后左右 我们将会在火星上有一名人类 哇 所以你认为还需要这么多年 首先谈谈生物工程的挑战 那么正如我所说 星际旅行真正的问题 除了技术挑战外 真正的问题是 辐射以及如何设计一个环境或身体 因为我们看到生物工程正在迅速进步 如何设计一个飞船或者身体 让一个人能在星际空间旅行的艰苦环境中存活下来 这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如果我们可以再谈谈2092年至2121年左右的思考方式 那么让我们谈谈资金吧 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佐斯正在努力降低成本 这是如此的好 你有希望吗 这是否实际上是一个聪明的大局观科学家认为 商业企业家可以使科学更便宜 更快的推向市场 湾区成本曲线 您会注意到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让我与人们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挑战非常重大 如果我们要成功 湾区成本曲线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您提到了有两位非常著名的美国公民 Jeff Bezos和Elon Musk赞助的企业 我对目前正在追求的路线感到失望 让我举一个例子 这会更加技术性一些 如果您看看这两个组织正在创建的火箭类型 是的 看到一枚火箭升空并着陆到它的旗上 就像我小时候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那样 这很棒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 这些火箭的技术与登月时使用的技术并没有太大不同 而且有替代方案 事实上 有一种称为Flare引擎的发动机 所以传统的火箭发动机看起来像一个铃铛 然后火焰从底部喷出 但是有一种称为Flare引擎的发动机 它基本上看起来像是一辆豪华车上的排气管 又长又细 这是一种我们知道的火箭发动机 经过初步测试 我们知道它可行 并且实际上更经济 因为它允许您根据上升的高度调整推力 而圆灵形引擎无法做到这一点 您会认为企业家可能会尝试突破 使用所谓的Flare喷嘴作为弯曲成本曲线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不断回来 这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 我们看到的是 我认为是技术方面的渐进式变化 所以 我对我个人看到的东西并不感到非常鼓舞 渐进式的变化 不能使成本曲线弯曲 我也没有看到它 那我们接着再聊一下科幻吧 请问您认为宇宙中是否有其他智慧生物存在 我们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形态 所以有一句卡尔萨根的话 我非常喜欢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 我会回想起这句话 大致意思是 如果我们是宇宙中唯一有意识的生命 那么这是一种可怕的浪费 因为宇宙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地方 当卡尔发表这一言论时 我们并不知道存在如此丰富的行星 而在过去十年中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千多颗行星 其中相当多的行星 类似于地球 处于所谓的哈比人居住区 因此 在我看来 宇宙中几乎不可能只有我们这样一个有意识的生命形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已经来过访问我们 您认为他们会长什么样子吗 如果看到外星生命 您认为我们会认出他们吗 他们会像我们今天在地球上看到的基于碳的生物系统一样吗 这将取决于该生命体出生的本地环境 如果那个环境足够像我们的环境 自然界就会出现生物系统的收敛 即便是两个完全分离的生物系统 也会在面对相似条件时趋同 因此 如果这个外星生命体 在一个类似于我们的环境中诞生 可能会有相似之处 物理学似乎在整个宇宙中具有相似性质 您认为比地球上看到的更奇怪的事物 可能会从同样的物理定律中涌现出来吗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 我会说是的 首先 如果看看基于碳的生命 我们为什么要基于碳呢 这是因为碳与元素的互作用方式 实际上也反映了碳核的电子结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周期表中的元素 问一声 我们是否看到了类似的元素 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在科幻小说中 经常听到的一个元素是硅 所以 也许存在一种基于硅的生命体 条件很适合 但我认为 我们认为 我们是所有生命必须出现的模板是自以为是的 在我们深入美丽的细节之前 让我问一个大问题 对于您来说 最美丽的想法可能是物理学中 最令人惊讶和神秘的想法是什么 对我来说 最令人惊讶的想法是 我们可以做物理学 宇宙不一定要被构建成这样 以至于我们有限的智力能力 可以被如此组合 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头脑 深入探索宇宙的结构 这对我来说 就相当接近奇迹了 因此有相对简单的方程可以描述基本函数 然后描述我们现实的一切 您可以想象一些更加复杂的宇宙吗 您认为宇宙是否具有内在的简单规律呢 首先 让我回答我在一些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许多人会提出一个问题 即数学是否是宇宙的语言 我的回答是 数学是我们人类能够用来描述宇宙的语言 它可能与宇宙没有太多关系 但就我们的能力而言 这是让我们观察宇宙的显微镜和望远镜 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提供这样的精度 那么可能存在其他宇宙吗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宇宙是否看起来像我认为的那样 但美丽而惊人的是 物理学有着非常少的物理法则 可以有效的压缩宇宙的运作 是的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您知道 我喜欢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做类比 如果您担心传输大量数据 计算机科学家为我们做的一件事 就是将数据压缩成更小的格式 以便我们传输和存储 它们允许进行称为压缩的过程 其中您将大数据包压缩为更小的数据包 然后传输它们 最后在另一端解压缩它们 因此在我看来 宇宙有点帮了我们的忙 它构建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使我们拥有了数学这个东西 当我们观察宇宙时 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压缩处理 有一个快速的问题关于压缩 您认为人类的思维可以被压缩吗 生物学可以被压缩吗 我们谈论太空旅行 以便能够压缩捕捉大部分我或你的信息 并以光速发送它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让我尝试把它分解成几个部分 我不相信像我们这样的实践生物 具有专属的知识产权和智能意识 我怀疑宇宙中的其他结构 完全能够产生我们用于处理观察宇宙 和自我意识的数据流 所以这是你谈论的部分 我对意识有些不同意 意识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最有趣的事情 你说宇宙中有其他实体 我可以想象 我能够想象支持我们意识的架构 再次没有专利 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想法 哲学上的人可能称之为泛心论者 他们相信意识贯穿一切 这是宇宙的基本定律之一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可能适合我的问题 其中一部分信仰是盖亚 即我们星球周围 有一种意识的生命力量 您知道我之前遇到过这些事情 但我不太知道如何解释它们 我自己的经历表明 尝试理解自然的方式 以及数学如何与我们互动 有一些非常神秘的东西 存在于宇宙中 这是爱因斯坦 从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人生经验中所说的 这种神秘感让宇宙几乎感觉像是我们的父母 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但科学家们说 有太多奇怪的巧合了 你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已经同意了光速 所以首先我认为 人工智能最终很可能会发展出类似于意识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 这可能和意识无法区分 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在这里携带的生物处理设备 可能没有意识专利的原因 因为实际上 真正关键的是数据流 就我所知 我们是自我激活 自我学习的数据流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你只需要一个支持这种信息处理的架构 假设这是真的 那么如果你可以将这种意识输出到一块硬件上 比如金属 电子 你确实会最终让这种意识类型迅速到达火星 它没有我们的问题 你可以设计身体 就像有一个船或身体一样 你是一位工程师 你可以将一个或两个发送到光速 其中一个更难实现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数据流的问题 还包括信息在数据流中的保留 除非你能建立一个超级超级超级版本的互联网 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互联网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奇迹 它基于一种称为消息打包的技术 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扩展消息打包 来保留数据流中的信息 那么也许你的梦想就成真了 你提到了人工智能 认为人类没有意识的垄断权 那么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系统能否取代我们人类 这个想法会让你感到害怕还是兴奋呢 我要告诉你一次 我和埃里克施密特的对话 当时我坐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开会 他转身对我说你知道吗 吉姆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内 计算机将能够像你一样工作 我的回应是除非他们能做梦 否则不可能 因为人类创造力的生成方式 与我们头脑中的非理性部分相联系 做梦是其中的一部分 除非你能构建一种能做梦的人工智能 否则我强烈怀疑 你不会得到完全意义上的有意识的东西 例如是想你正在做梦 你玩弄一些奇特而迷人的想法 你如何考虑这些想法 以及如何在那个神秘的空间中形成想法 对于超对称等非常小的想法 我是如何进行视觉化 思考和构想的呢 在我的工作空间中 基本上是我在一张纸上 写下一系列的数学公式 然后突然灵光一闪 我会想 哦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这就是我把脑中的想法 转换成可视化表达的方式 被委派来设计一种数学调色版 以新的思路帮助我理解自然的结构 并希望帮助我们所有人理解它 我观察到我的创造力 表现出了几种不同的方式 有一种方式看起来很正常 我称之为中国水行神话的方式 一滴一滴的获取更多信息 突然间它全部凝聚起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更清晰的图像 这是一种标准的工作方式 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 技术人员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你积累了这个信息体 到了某个时候 你就合成了它 然后新的东西就产生了 但我也观察到 我自己和其他科学家 有其他创造性的方式 这些对我来说实际上更强大 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这种方式 是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本科 住在校园对面的Baker House里 我修了一门微积分课程 这是MIT的1801号课程 在微积分中 有两种不同的流派 一种叫做微分微积分 另一种叫做积分微积分 微分微积分是牛顿发明 用来描述运动的 而积分微积分 可能早在1700年前 就被阿基米德发明了 但当我大一时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作为学生学习的 是微积分的这两个部分 对我来说微分部分可以通过主点方法弄明白 但积分部分呢 我可以记住公式 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公式起作用 因此当我在微积分课程的一部分中 是要做多次代换来解积分时 我遇到了很多困难 这关系到我在教育方面的情感参与 因为这就是我 我认为激情情感带来了一个情感危机 我难以理解微积分的整体部分 所以其他人为什么会明白 而我不是 那是因为我关注的是它的原因 而不是记住事实的机械记忆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能行 有一天晚上 我在Baker宿舍的房间里 尝试做微积分问题集 但毫无头绪 头痛欲裂 最后我去睡觉了 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 当我醒来时 我可以相对轻松的进行三角代换和积分 对我来说 这不是一次惊人的经历 因为我从未在生活中了解到 潜意识可以被用来做数学 我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情况 这只是第一次而已 所以 当我遇到非常困难的问题时 我认为 解决他们所需要的创造力 可能是从梦境中得到的 如果你再思考一下 我告诉过你 我是俄罗斯人 所以 我们浪漫化苦难 但你认为 这个方程式的一部分 就是导致这种梦境前 必须经历的苦难吗 我相信这种创造性的第二种模式 实际上是有苦难引发的一种触媒 因为我认为 大脑正在努力着探索 而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让思想潜意识的去运作 即使你没有意识到 正在解决问题 但某些东西正在发生 我与几个人谈过这个话题 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所以我认为 这有点像热核武器的工作原理 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工作原理 热核武器实际上是两个炸弹 一个原子弹用来压缩 然后是一个巨变弹爆炸 某种程度上 情感压力也是导致这种创造力的触媒 我认为 它就像热核武器的第一阶段 那时我们会有非常大的思维 热核武器和潜意识之间的类比 至少在视觉上是有趣的 部分原因可能基于我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的父亲在美国陆军服役了27年 所以 我从小就生活在军事基地上 所以 我潜意识里流浪的许多事物 可能与这种经历有关 对于所有的离题问题 我道歉 但在回答这些问题时 你鼓励了我 不 他们不是愚蠢的问题 你的父亲曾在军队服役 你对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最近写的一本 关于把科学进步 与我们的军事努力和DARPA资助的愿望 联系起来的书有何看法 你对战争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我们会永远有战争吗 你认为我们会永远面对世界上的冲突吗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承担永远有战争的代价 因为从严格的财务角度来看 不是 但从后果的角度来看 是的 如果你看看今天的技术 非国家行为者可以获取技术 例如生物恐怖主义 这种影响大致相当于曾经需要国家对一个人口造成的影响 我认为战争的代价最终会像冷战一样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 在这些可怕的武器下生存了50到60年 这些武器可能实际上已经终结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形式 但它没有 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和有趣的事情 因为它被称为相互保证的毁灭 所以代价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人们最终意识到你不能真正使用这些东西 这是有点有趣的 因为如果你曾经阅读过有关核武器发展史的资料 实际上企业很快意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可能是薛定谔说过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武器 而是政治和实施手段 因为成本太高了 如果你将这个例子推广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技术发展 不包括核物理 而是以生物学为例子 我可以想象在整个技术领域中会有材料科学等等等效物 通过对核武器经验的总结 我看到的情况是可能存在一些技术是如此可怕 以至于无法使用 因为代价太高了 这可能会治愈我们 许多人已经争论过 实际上这阻止了更多的军事冲突 因为它肯定冻结了冲突领域 有趣的是 现在是在消除互相保证毁灭的威胁后 其他力量接管了我们的地缘政治 您是否担心核武器或其他技术 例如人工智能的存亡威胁 您认为我们人类会倾向于找出如何不炸掉自己的方法吗 老实说 我并不确定这个问题 作为一名科学家 我是一个旁观者 我收集和整理数据 我一生都在这样做 看着我的物种 我不确定 我们是否能够避免自己造成的灾难性结局 作为一个非科学家 您乐观吗 我会说我不会反对我们 人类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非常小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先了解一下 物理学家观察到的 或者假设的基本粒子是什么 作为物理学家 我们观察宇宙时 首先有两个重要的粒子类别 如果考虑我们目前能够构思 并实验验证的最小物体 可以分为两类 物质和粒带体 物质包括如电子和夸克这样 存在于质子内部的粒子 夸克有18种类型 而类似电子的粒子称为氢子 有六种类型 粒带体是借导物质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粒子 最熟悉的粒带体是光子 它传递着电磁粒 还有其他粒带体 如引粒子 W Z和胶子波色子 它们分别传递着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 这些概念已通过精确实验得到了广泛研究 并确认其准确性至少在十亿分之一 虽然这个理论看起来优雅简单 但粒带体的概念并非微不足道 它代表了粒子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思考光子和胶子 物理学有四种基本力量 而这些力量表达的方式就像是它们的带体一样 这不是一个琐碎的事情 事实上 这曾经是艾萨克牛顿的一个难题 因为他是第一个给我们基本物理学的人 在牛顿之前 物理学并不存在 存在的是所谓的自然哲学 也就是用古典哲学的方法来理解自然的讨论 希腊人被我们称作科学家 但他们其实是自然哲学家 直到牛顿写出数学原理之后 物理学才诞生了 其中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重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因为如果你仔细阅读他所写的内容 他基本上是在说 一个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会觉得难以想象 一个物体在一个地方 可以通过没有任何介质的神奇手段 影响另一个物体 所以就困扰着他 你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吧 我是物理学家 我们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解决方案来自于另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他教会了我们关于电磁力的知识 而且他的方程式告诉我们 有一种叫做光子的载体 这个问题对于物理学家来说 在1860年左右就已经解决了 那么什么是波色子 费米子和基本粒子 以及复合粒子呢 之前我说过 如果你想尝试构建一个宇宙 你必须从这两个桶中开始 一个是物质的桶 另一个是通过作用于物质的其他物体 使这些物质形成固定的有限模式的物体的桶 你需要那些固定的有限模式作为构建块 这就是我们宇宙 现在对像我这样的人看来的方式 不同的构建块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回到那两个桶 我从一个桶开始 里面装着一束光的粒子 想象一下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房间里 有两只手电筒 我用一只手电 一直的对着前面 然后让你站在我的左边 然后我们同时打开手电筒 确保光束直接穿过彼此 光束确实直接穿过了彼此 他们不会彼此反弹 但房间里必须有灰尘 因为如果没有灰尘 我们在光线到达另一面墙之前看不到光束 所以你看到光束是因为空气中有灰尘 但它们实际上通过了彼此 它们完全不会相互影响 这个例子展示了玻色子的行为 光子是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想象一下 我和你依然在同样的灰尘房间里 这一次你有一桶球 我也有一桶球 我们试图把它们扔得快速 而且对方通过 就像发射光束一样 但是如果它们碰撞了 它们不会像光子一样穿过彼此 而是会彼此弹开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电荷 电荷之间会相互排斥 但从数学上来讲 我知道如何关闭电荷 如果这样做 它们最终仍然会相互排斥 因为它们是我们称之为费米子的东西 这就是你区分那两个同理的东西的方式 它们要么是玻色子 要么是费米子 也许你可以提到最流行的玻色子 和最近发现的费米子 最近关于希格斯粒子的话题 您能描述一下已经被发现 或假设出来的玻色子和费米子吗 还有哪些尚未被实验证实的粒子 目前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已经确定 首先 我需要说明的是 希格斯玻色子和另外一个名为W 和Z玻色子的粒子 以及多个费米子 都已经被实验证实存在 然而 引粒子尚未被实验证实 就算我们在数学上也预测到它的存在 因此 我们需要进行实验 来证明引粒子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粒子 您可能会问 如果引粒子存在 它是否像其他粒子一样 可以传递力量呢 部分是 但也有所不同 引粒子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 被称为时空波 可以将时空想象成一张橡皮膜 当这个橡皮膜震动时 会产生波纹 这些波纹会携带着能量 我们预计 引粒子也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的 虽然我们已经观测到了引粒波 但是 还没有能够用技术手段 证明引粒子存在 更具体的说 我们需要证明 引粒波是以能量的粒子方式存在的 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技术做到的事情 最后 您可能会问一些哲学上的问题 例如 证明引粒子是否存在真的有意义吗 同样道理 我们可能会问 证明万有引粒定律 是否正确真的有意义吗 或者证明电子是否真正存在也有意义吗 科学家始终致力于解开这些秘密 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 揭示了自然界的运作方式 而这是人类扩展认知的重要一步 你知道重力比其他力量要弱得多 不是吗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物理学的深奥之谜 关于为什么事物会是他们现在的状态 物理学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相信某些事情是巧合的人 你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行星绕太阳轨道运行 答案是没有好的原因 仅仅是偶然性 自然界中有一些具有这种特点的事物 也许各种力量的强度也是这样 另外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解释为什么力量是按照他们目前的顺序排列 最弱的是重力 紧随其后的是弱相互作用力和弱合力 最后是电磁力 我们对于力量排列方式的原因 还没有很好的理解 你所从事的一些引人入胜的工作在超对称性对称性领域 你能否首先描述一下什么是超对称性 超对称性是将我们正在看的两个桶去掉 或者说将它们合而为一 或许早些时候 我曾经告诉过你 在我们宇宙中有两个桶 现在我希望你想象在一个圆形的派上划分出四个区域 将这个派切成四份 其中一份是放置我们所谓的电子和夸克等物质桶的 另一份则放置了所有的力量桶 其他两个区域是空的 如果我向你展示了这个图像并问你 这看起来对称吗 你会回答不对称 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人类的大脑中有一种深深植根的对称感 它是宇宙中的一个谜团 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个图形对称呢 其中的一个方法是说 那两个空的区域也应该放入一些东西 当时我在1975年在MIT读研究生时 就听说了超对称性 当时这个理论还处于数学家们探讨的阶段 而超对称性的发现 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 由乌克兰的科学家提出的 但是由于铁木的存在 我们这些西方人并没有得知 直到70年代初 西方的科学家们独立的重新发现了超对称性 布鲁诺西米诺和朱利叶斯维斯特 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 我在73年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 到了74 75年 我在努力思考如何撰写一篇博士论文 以便于日后可以从事物理学工作 我的导师詹姆斯杨教授 交给了我很多有关电子 弱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知识 然而我决定要在其他人没有探究过的领域中 开拓自己的机会 因此我调查了正在发展的各种理论 并了解了超对称性的概念 这个理论的数学基础非常出色 完全俘获了我的心 我其实有两个本科学位 第一个是数学 第二个是物理学 虽然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但我的第一个计划是通过数学取得好成绩 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偏离一下话题 问一下您在数学和物理学的交叉领域中 遇到的最美妙的思想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思想就是对称性的概念 我们内在的对称感觉与非凡的数学想法相结合 这对我来说是最美妙的事情 这很奇怪 但它确实是真的 如果对称性完美无缺 我们就不存在了 尽管我们对宇宙的平衡有非常强大的观念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只有当对称性被打破时 我们才能存在 当你打破这些平衡 就会出现像人类这样的生物和像行星 恒星这样的物体 虽然它们是现实的支架 但不能成为现实的全部 因此我自然而然的被吸引到科学技术中 对称起主导作用的部分 不仅仅是对称性 当你打破对称性时 魔法就会发生 好的回到正题 你提到了四个象限 其中两个被填满了东西 还有一些疯狂的数学想法 来填充另外两个 请问这两个象限分别是什么 早先我用一个故事描述了这两个象限 那时我们身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房间里 每人手持一盏手电筒 我说打开你的手电筒 我也会打开我的 两束光线会穿过对方 由名为光子的力合子组成 它们传播着电磁力并互相穿过 想象一下这种物体的数学模型 你可能想象不到 但我们这些理论物理学家 却能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将这种数学应用到其他问题上 这样数学就变成了一个调色版 就像一个音乐作曲家 能够构建主题变奏一样 在物理学家手中 数学也可以被构造出各种问题的变奏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光的 麦克思维方程组的数学模型 我们仍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变 例如我们可以拟设一种电磁力的盒子 它将与另一个盒子撞击并反弹 这就是在方程式中载变一个数学术语 从而使它成为一种类似于电子弹跳的力盒子 如果你这样做 你将得到一种力盒子 因此你会发现 这个盒子虽然属于传递力盒的那个向线 但它也具有相互弹跳的属性 所以你会说 咦这不是对的向线 你就被迫把它放到这两个空向线中的一个理念 基本上我们会给它们一个光子 数学上可以伴随着一个光子 这是一种携带力量的东西 但是遵循反弹规则 类似的 您可以从电子开始 并说好的 写下数学公式就是电子 我知道我想要做的物理学家Direct 在20世纪晚期的20年代早期告诉我们 如何做到这一点 所以拿起这个数学问题 然后你说让我看看那个数学问题 找出数学中的哪些因素 使得即使我关闭电荷 我们也会让两个电子互相反弹 现在让我改变那个数学术语 这样我就有了一些携带电荷的东西 但是如果您将它们的电荷关闭 则它们会穿过彼此 就会将事物放入另一个向线 我们倾向于在它们的名称前面 放置Ethan 所以在这里的下向线中 我们有电子 在新填充的这个向线中 我们有选择杆 在这个向线中 我们有蛋糕 现在我们有square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平衡派 这基本上就是我在1975年 作为研究生 对超对称性这一想法的理解 这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填补丙图的两个向线 所以我很惊讶 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其他人发现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这导致了我成为麻省理工学院 第一个真正研究超对称性的人 这是1975年 1976年和1977年 1977年 我撰写了物理系 关于这个想法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因为我被吸引到了平衡和对称 首先边界是什么 这从根本上说 是数学上的一个想法 所以实验有多少重要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当您探索小型世界时 在您的新书中谈论这个主题 对吗 那确实会谈到 有这样一个主题是先从探索疯狂的想法开始 数学 然后寻找实验验证它们的方法 你会考虑一些超对称性 它比显理论更接近现实 但在某种程度上 尚未得到验证 你提到了爱因斯坦 那我们就稍微谈谈它吧 在我们的书 《证明爱因斯坦》中 我们确实谈到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1915年写下了一组 非常不同于牛顿方程的方程 来描述引力 这些方程提出了一些 与牛顿预测不同的预测 实际上 有三个不同的预测 其中一个不是预测 而是后页描绘 因为人们已经知道 水星不是按照牛顿理论 所描述轨道绕太阳运行的 科学理论实际上描述了 水星以观察到的方式 绕着行进路线运行 而不是牛顿告诉你的方式 这是一项预测 爱因斯坦在1915年写出的 《广义相对论理论》的第二个预测是 假设我拿着一杯水 把它装满 然后慢慢的在我们两个面孔之间 来回移动 我会觉得你的脸在移动 即使你并没有移动 这是因为光在穿过玻璃时会被弯曲 从而导致了这种情况 爱因斯坦发现 引力对光的影响 与水杯对光的影响相同 这会导致光束发生偏转 牛顿也知道这个事实 但爱因斯坦的预测 使光线会偏转两倍 这里涉及到一个数学概念 那么如何证明它呢 你必须观察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这个宇宙最美丽的事情之一就是 你可以做出计算 再结合物理学家们 所具有的某些神奇直觉 预测什么是可能的 并且设计出实验来验证它是否正确 它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了一些东西 从数学上讲 引力应该弯曲成这个量级 因此这是前代的一些东西 然后提出一个可以被验证的实验 这实际上是现代物理深层基础 物理学的工作方式 之前我们谈到过西格斯波瑟子 为什么要去寻找答案呢 因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一些人写了一些方程式 并预测了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开始寻找它 再来说一下Adinker符号 这些奇怪的小图形 您曾经形容它们像二进制代码一样 揭示了底层的真相 那么您能描述一下这些图形吗 这些漂亮的小奇怪的图形是什么呢 首先Adinker符号是我和一个叫Michael Fox的同事 在2005年发明的 我们在研究方程时发现 某些类别的方程中 所有数据都可以用图片表示 这些图片看起来像什么呢 它们只是由黑白两种小球组成的 其中白球代表光粒子 黑球代表电子 然后你可以画线连接这些球 这些线是深层次的数学对象 我没有任何物理模型可以告诉你 这些线是什么 但如果你是一位数学家 你可以用技术术语来说 这是表示的轨道和对称生成器的作用 其他数学家会明白 但其他人可能无法理解 我们发现方程中的数据 突然出现在了我们可以绘制的有趣图片中 这让我们感到震惊 但也让我们感到鼓舞 因为方程中存在着问题 我早在1979年在哈佛大学时 就学过这些问题 当时我第一次去加州理工学院 与一位名叫约翰·施瓦茨的伟大科学家合作 方程中存在着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所以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的一件事情是 不要一直用头撞墙 因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所以你需要改变自己的参考框架 视角和观点 当我看到这些有趣的图片时 我想这可能是解决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的方程问题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地方 现在我有了一种替代语言来尝试解决一组数学问题 但我很快意识到 数学家们并不知道这种数学语言 这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有趣 因为现在你必须向数学家们教授一种数学知识 而这正是他们谋生的方式 和数学家一起工作的好处就在于他们审查想法的严谨性 这让你的想法变得更好了 所以我开始和一些数学家合作 最终我们发现这些有趣的图片中隐藏着纠错码 那么什么是纠错码呢 简单来说 纠错码是一种处理数字信息的方式 数字信息是由一串由零和一组成的字符串表示的 假设我想要把这些数字发送给你 也许我可以向你展示图片 但也可能是雨天 或者你家窗户上有雾气 这时就需要使用其他方法 我向您展示一个零 您可能会将其解释为一个一 或者当我向您展示一个一时 您可能会将其解释为一个零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当我尝试向您发送这些数据时 它会以损坏的形式传输到您的手中 因此挑战在于如何将其解码还原 上世纪40年代 一位名叫海明的计算机科学家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何可靠的传输数字信息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解决方法是将要发送的数据 转换成一和零的字符串 之后再在字符串中添加更多的一和零 但是添加一个特定的模式 这种特定的模式就是海明码 它是一种纠错编码 因为如果接收数据的人知道 这一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出现错误时 它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式找出哪个零 或者一发生了变化 最终结果是 我们从无法解决的方程中 发现了奇妙的事情 当深入研究这些方程时 我们发现它们严格包含着零和一 而且这些零和一并不是随机存在的 它们已纠错编码的形式存在 当我们第一次得出这个结果 并尝试发表时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说服其他物理学家 我们并不是疯子 最终 我们与数学家和其他物理学家的合作 得以发表这篇文章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研究这些对象的数学性质 试图仍然理解方程的特性 我希望能够尝试用电子之类的东西 来验证这些属性 因此 这就像一个两步移除的过程 试图回到现实世界 那么 您认为这些丁可图形对象中 最美丽的特性是什么呢 顺便问一下 Symbols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您认为这些简单的图形是对象 还是哈哈 它们与数学一起工作 就像我一样 我们的数学概念常常被称为对象 因为它们感觉像是真实的东西 即使你看不到它们 或摸不到它们 它们仍然是你内心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至于你似乎可以看到它们 所以 尽管这些东西没有客观性质 我们通常还是把它们称为对象 那么这个单一的图形代表什么呢 最简单的这些图形 必须有一个白球和一个黑球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平衡点 我们想要平衡四个向线 但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黑球和一个白球 所以这些对象中 最简单的 看起来像是两个小球 一个黑色的 一个白色的 通过一条线连接起来 这里讨论的是一个与对称性相关的重要数学属性 你提到了纠错码 但是你认为 这些对象中有哪个特别美丽的属性吗 它们确实很美丽 在开发的早期阶段 这些东西非常有趣 我觉得最疯狂的事情就是 当你看物理学并试图编写 能够可靠传输信息的方程时 如果你处于这些超对称系统中的其中一个 除非有一个纠错码存在 否则 信息就无法传输 就好像宇宙说 除非有关于纠错码的某些东西 否则 你无法真正的传输信息 对我来说 这是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的最疯狂的事情 这让我开始思考 这是如何发生的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中 唯一出现纠错码的地方就是基因 在基因中 我们认为 进化导致了纠错码存在于基因组中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有某种形式的演化 作用于我们宇宙的物理数学定律上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和神秘的想法 也是我自从发现这个问题以来 时不时会想到的东西 你认为这种想法是否是基础的 还是在所有不同类型的系统中都是紧急的 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基础的 而且 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去发现这一点 这可能是未来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工作 来弄清楚这些东西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谈一谈神奇的 神秘的闲理论 当然 对于我这个局外人来说 这仍然是一场迷人的 激烈的争论 关于闲理论的地位 你能否澄清这个争论 表达各种观点 并说出你的立场 首先 我怀疑我能否说出任何能够澄清闲理论争论的话语 尤其是对于广大观众来说 部分原因是因为 闲理论曾经是我从未见过的理论物理学 它已经普及到了公众的意识之中 你看 闲理论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为当我们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一组属性 尤其是指你有一个总体框架 解释你正在做什么 对于闲理论来说 没有这样的总体框架 闲理论目前是一个巨大的 相互支持的数学事实集合 其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矛盾之处 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 但我们肯定可以说它是无法挑战的 但是仅仅因为你发现了一些数学内容 并不意味着它适用于自然界 实际上 关于闲理论是理论物理学界的一种狂热情绪 还是它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要说关于我们的宇宙 已经有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我们研究闲理论的人 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比如闲理论在让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数学方面非常有成果 即使那些不是闲理论的数学 我们用来描述基本粒子的数学模型 是从闲理论发展而来的 这已经持续了近20年 例如我们可以更准确的计算出 存在量子力学情况下电子间的力 这是公众不常听说的 还有一些类似的性质 就像我刚刚告诉你的那种性质 被称为弱强队偶 它直接来自于闲理论 还有一些其他的性质 比如全息性 允许我们在空间边界上观察方程 并在不进行计算的情况下 了解空间内部的信息 这也是直接来自于闲理论的 所以我们从闲理论中 学习到了很多直接的数学效应 但我们把这些想法 应用到我们已经知道的数学中 我们发现我们更加强大 这表明闲理论本身 有着非常有趣的东西 这是一个强大的数学框架的早期阶段 这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 首先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 最具代表性的是闲理论 这个高层次的概念 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实 闲理论是生活大爆炸中的主题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就是回答关于粒子的问题 也就是你最开始问我的问题 什么是最小的东西 所以粒子 我试图向人们描述粒子的方法 是想象一个小球 然后让这个小球的大小 收缩到没有任何扩展 但它仍然具有小球的质量 这实际上就是牛顿当初研究的问题 而闲理论则认为 这个小球实际上是由振动的闲构成的 至于开放性挑战 我们仍需要解决一些数学和物理上的困难 比如如何在实验中验证显理论 以及如何将显理论与引力相统一 它是物理学的创始人 也是质量粒子的真正发明者 这个想法是所有物理学的基础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 这是一个数学构造 你可以通过在已知的事物上取极限来获得 那么什么是字符串理论 我会这样说 现在让你从一根意大利面条开始 我们都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然后让它的厚度缩小到没有厚度 我指的是在数学上 用语言来说似乎没有意义 但在数学上确实行得通 你会得到这个数学对象 它具有像意大利面条一样的属性 它可以扭曲和抖动 但它也可以像一根意大利面条一样集体移动 然后由这些对象的数学构造 构成了字符串理论 其中涉及多维 11维 甚至比4维更多的维度 这对你来说是否很离谱 这不是特别奇怪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的研究 早些时候我们谈到了DINK 这些我们在方程式中发现的奇怪符号 事实证明 在很大程度上 DINK并不关心维度的数量 它们在许多不同的维度中 都表现出内在的数学一致性 由于超对称性是字符串理论的一部分 你会期望这个特性也被字符串理论所继承 然而 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事实 就是有一些字符串只有四维 这是在80年代末 由三个不同的独立物理学家小组发现的 我和我的朋友沃伦·希格尔 当时在马里兰大学 我们能够证明 存在着数学上 看起来完全是四维的字符串 德国也有一个小组 使用了稍微不同的数学 但它们发现了相同的结果 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小组 使用了第三种数学方法 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同样的你自己 额外维度的事实 为什么在公众中谈论 部分原因是 公众已经开始理解贤理论 以及它的故事 是如何被讲述给它们的 但是 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替代方案 如果我们能谈谈可能的验证实验 你是最近出版的一本 证明爱因斯坦正确的书籍的合作者 它的人类故事 改变了我们看待宇宙的大胆探险 您是否在20世纪十年代的广义相对论初期 看到了贤理论的影子 我点点头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乐意关注爱因斯坦 如何成为全球超级巨星的故事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早些时候的讨论中 我们回顾了它的历史 1915年 它提出了一种数学方法 用它做了一些计算 然后做出了预测 是的 但光做出预测还不够 必须有人去测量 贤理论就处于这样一个中间地带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 从1915年到1950年 它做出了正确的预测 顺便说一下 它在1911年 对同样的事情做出了错误的预测 但在1915年纠正了自己 到1919年 第一批实验观测数据变得可用 表明它不是错的 到1922年 基于观测的论证是压倒性的 表明它是正确的 简单来说 爱因斯坦描述了什么是特殊相对论 和广义相对论 以及爱因斯坦做出了哪些预测 也许还有一些人类 试图证明这个事情的值得纪念的时刻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非常幸运 能够与一个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合作 他想写一本 与我想写的书同时发行 讲述科学的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就是人们做科学 即使对每个人来说 这可能不是很明显 对我来说 我想写这本书是有几个原因的 首先 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理解 科学研究的过程 远比他们想象中有趣和振奋人心 E struggle a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mistakes and correcting them that ultimately led to his success The book also explores the stories of other scientis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 and G of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and triumphs they faced along the way Overall the message is that science is a human endeavor with its share of setbacks and successes and it takes perseverance and collaboration to make progress 生命本身是脆弱的 它受时间和地点的影响 一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一切 也可以让历史走向不同 就像在我们的书中所提到的故事 如果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 在1914年做出的预测 与实际测量结果不符 那么 他会被视为一个犯了错误的教授 这说明了人类历史的脆弱性 同时 我们还可以从书中了解到一些知识 比如在美国年轻时 观测日时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驱动力 甚至在我们成为一个国家之前 公民就已经开始尝试测量日时了 时运造化 有时候会影响到科学进步的方向 特别是对于激进的理论来说 相对论就是一种激进的理论 他试图回答以前困扰着牛顿的问题 万有引力是如何作用的 相对论试图填补万有引力不能解决的空白 使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深入 如果我是当时的科学家 看到这个理论 我会想这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填补空白的好点子 我希望这是我的反应 我怀疑我可能更像一个数学家 因为当我四岁时 我已经盯着数学问题看了 我最初决定研究的是尺寸问题 因此 如果当时我的个性像现在这样 我认为 我可能会想要学习 他使用来做出预测的数学知识 因为实际上 他并没有创造那种数学知识 Mathmax是在他生活大约50年前创建的 他是利用他来进行预测的人 事实上 他必须通过朋友学习这种数学知识 这在我们的书中有所体现 因此 如果将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 我会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感到兴奋 我想要了解这个数学知识 然后 我就不想自己计算 因为物理学的所有内容 都是关于不轻信任何人的话 而是可以自己进行验证的 数学似乎对激进的想法 或热爱美学的数学家们更加包容 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好答案 那让我问问 为什么爱因斯坦没有因广义相对论 获得诺贝尔奖 他是因为光电效应才获得诺贝尔奖的 这是正确的 首先 有一件事情被误解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 通常不会纯粹因为提出一个想法就给出想象 他总是因为提出一个有实验支持的想法才会给出 因此 他无法因狭义相对论或广义相对论而获得诺贝尔奖 因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留下的奖励条款 不允许这样做 但在验证之后就可以获得了 但是请记住 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进行了验证 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明了第二个诺贝尔奖 例如 居里夫人就因为物理学上的巨大贡献而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 所以让我们明确一点 广义相对论甚至在50年代后期仍然有批评者 所以如果委员会想要授予他这个奖项 可能会遇到难题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 一直有许多激烈的批评者 直到50年代 爱因斯坦在1955年去世 从广义相对论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教训 从该理论的激进性质 到对未来的贤理论的展望 我认为 贤理论的理论家们可能会追随这条路线 但我认为 这将是一条更漫长 更艰难的路 在我看来 贤理论是一个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发展 当他成为可接受的理论时 这将是观测结果的会合 这不会是单一的观测结果 昨天 我给我的团队做了一个研讨会 关于贤理论 如何在宇宙微波背景中留下痕迹的想法 如果那些类似的观测结果成立 如果其他与超对称性相关的事物也成立 那么 这些将是第一批有力的观测证据 这将开始像1919年埃丁顿探险一样 但是 这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 您认为 会有诺贝尔奖颁发给贤理论吗 不会 因为我认为这将超过普通人类的生命期 但是还有其他的奖项 比如说突破奖 有一个名叫尤里米尔纳的俄裔美国移民 发起了这个非常优秀的奖项 它的金额是诺贝尔奖的三倍 并且每年都会颁发 因此 这样的奖项 很可能在比诺贝尔奖早得多的时间内获得 跳过几个话题 当您在加州理工学院时 我相信 您曾与理查德费曼互动过 请问您是否有任何关于他的回忆 我有不少的故事 但我没有准备讲出来 因为他们并不都正确合适 如果你读过理查德费曼的一些书 特别是费曼物语系列中的 你一定在开玩笑 费曼先生 那么你就会知道以下内容 当我读这些书时 我惊讶于这些书如何准确地描绘 我所接触到的人 他不拘礼节 富有乐趣 极其聪明和人性化 这些书非常有效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那些片段 对您作为物理学家的影响如何呢 那么其中一个事情是 如果你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坐在酒吧里 你不能向你旁边的人解释你在做什么 那么你就不理解你在做什么 我认为很多人都是正确的 当你真正理解向前理论这样复杂的东西 当它处于完全形成的最终阶段时 你应该能够向你旁边的人 如在酒吧讲述它 这影响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方式 也影响了我向公众介绍科学的方式 这是一个我始终牢记的信条 尤其是当我在公开场合谈论物理学 科学时 爱因斯坦也曾用不同的方式 表达过这个想法 他说过 当答案很简单时 那就是上帝在说话 而他在工作中所做的 就是把常识提炼到极致 他还说过 你要尽可能让事情变得简单 但不能简单到不行 所有这些方面 尤其是这种态度 最初是通过与理查德费曼交往而体现出来的 在你的所有工作中 你总是在寻找 您曾在奥巴马政府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任职7年 7年间 与埃里克施密特和其他几位亿万富翁共事 2009年 当时的委员会召开会议时 您第一次见到了埃里克 在那个房间里 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 那是怎样的一种经历 首先 让我提起我的父亲 我之前提到过 我父亲在美国军队服役27年 从二战开始 他于1942至43年前 往前线与法西斯作战 他是补给部队的一员 为巴顿将军提供补给 当坦克越过西欧 击退纳粹势力 最后与俄国同盟者会合时 回想起这场战争 在历史上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应该从双方的故事中学习 但在美国 我们通常不这样做 作为一名成年人 我对历史进行了研究 所以我知道整个故事 在俄罗斯这一侧 我们不了解美国 我们没有被教育 我有很多俄罗斯朋友 我们有时会谈论这个问题 例如 朱可夫将军是您熟悉的人物 但您可能不知道巴顿将军 所以我在过去15到20年 中学到了许多二战时期的名字 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参战的 他为我们物种历史上 最伟大的战斗之一 做出了贡献 因此 服务的理念对我来说 是从这个例子中得来的 2009年 当我第一次接到诺贝尔生理学奖 获得者哈罗德瓦莫斯 哈罗德瓦莫斯的电话时 我正在印度 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里面说需要和我谈谈 我说好的 我们可以谈谈 得到了我的种姓 但他没有再联系我 我们经历了几个循环 他表示想和我谈话 但从未联系过我 最后 我正在前往佛罗里达大学 盖恩斯维尔分校 做物理学演讲 当踏上飞机 手机就响了 是哈罗德打来的 我问他为什么一直发信息说 要和我谈话 却从未打电话给我 他说抱歉事情很忙 然后问我 如果你有机会加入 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部闻委员会 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表述很有趣 因为很明显 这个问题问法背后有一个目的 但是他告诉我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我的膝盖一瘸 我不得不靠在墙上支撑自己 以免摔倒 我想大多数我们这样 从这个国家受益的人 在得到这样的机会时 都不会拒绝 而我也肯定不能说不 我害怕极了 因为我虽然从80年代开始 一直就职于政策建议领域 但还从未被要求担任美国总统的顾问 但是我觉得自己不能说不 因为我晚上会睡不着觉 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所以我决定冒险一事 在那七年里 我们做得很不错 有些事情我在那七年里做过 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过电视卡通片 Schoolhouse Rock 里面有一个故事 讲述了法案如何成为法律 我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有些事情我做过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 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生命中做这样的事情 您认为科技特别是美国政治方面的知识 我们还没有一位工程师或科学家出任总统 您认为像奥巴马这样的总统 在理解科学和时代最新思想方面 扮演着什么角色 那么那段经历是怎样的 首先我曾经遇到过奥巴马总统之外的其他总统 但他是我遇到的最非凡的总统 当我想到奥巴马总统时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 就像这些新的诗歌一样神秘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个性特征 如何能够适应一个单一的个体 但我见证了他七年 所以我相信我看到的不是假新闻 而是真实的数据 他是一个超凡的人 其中一件完全清楚的事情是 他不害怕 也不被聪明人的环境所吓到 我指的是真正聪明的人 他完全自在地问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 我该怎么办 并不是说他会简单地接受他们的答案 而是他会听取建议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非常非凡 我曾经见过其他高管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习者 这是我观察到的 不仅仅是在科学方面 他有一种内化实时信息的方式 但我以前从未见过政治家 能够应用到极其复杂的情况 即使是科学或非科学的复杂想法 也不例外 我看到他以惊人的速度处理复杂的想法 他甚至震惊了整个委员会 我们都对他被呈现出的复杂思想进行斗争 并理解他们感到震惊 更有趣的是 他还能提出非常好的问题来 我注意到 这不仅仅是在某一个领域 而是在所有领域 我更加了解人工智能 我已经看到 他整合关于人工智能的信息 然后提出这种类似理查德费曼的深刻见解 这完全正确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是惊人的 因为你没有期望它会发生 对于很多研究生来说 需要花费四年的时间 才能掌握某个特定主题 而他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到 您提到过 您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看到超显理论的实验验证 这个我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提法让我微笑 有人实际上误解了这个提法 因为它不是我们通常理语所理解的意思 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表达 它来源于哈姆雷特中的生存 还是毁灭演讲 而我仍然无法理解它的解释 在物理学中 什么问题最令人兴奋 仍然可以在我们理解和解决的范围内 在接下来的20年里解决吗 您可能会看到 在物理学 数学等领域 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吗 现在看起来 我们即将解决的问题是量子计算 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这一点 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您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 还是一个工程问题 它是一个工程问题 正如您所知道的 微软在圣塔巴巴拉设有研究机构 我以美国物理学会的副主席身份 去参观过那里 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听起来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并且近在咫尺取得重大突破 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回到哈姆雷特 你是否考虑过死亡 你自己的死亡 没有 因为当我11岁时 我的母亲去世了 所以我立刻知道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故事会如何结束 因此 我从来没有花很多时间 思考死亡问题 死亡会在他自己适当的时候到来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是尽最大努力 充分利用给予我们的时间 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是为了试图使这个世界 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为别人做出贡献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从没担心过 对我来说 我已经有了一个局部的答案 因为我应该从事物理学 但很有趣的是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 你的生活中 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 比如成为宇航员 所以 你知道我发现 就像爱因斯坦 和那些阻止了1914年 测量恒星光线的星象变异一样 宇宙构造成这样的方式 以至于我没有成为宇航员 如果我成为了宇航员 那对我来说 会面临着最糟糕的选择之一 是尽力成为宇航员 还是继续做理论物理学家 这两个梦想 都是我四岁时同时产生的 决定会有多么困难 但宇宙协助了你 在很多方面上帮了我 它让我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有没有一天想要重新经历 因为它让你真正开心 如果可以的话 那会是哪一天 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我的生活就像每天都过圣诞节一样 我生活中有很多快乐的时刻 比如有创意 有启迪的时刻 这些时刻是非常令人高兴的 只有一些家庭经历 可以超越他们 比如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刻等等 但他们也非常重要 感谢你 Jim 今天和你交谈 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这次交谈比预期的效果还要好 很高兴听到你的回复 感谢您收听与James GatesJR的对话 并感谢我们的赞助商CashAPP 下载并使用代码 Let's Podcast 您将获得10美元 并且10美元 将捐赠给第一家 Stand教育非盈利组织 激励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去学习和憧憬工程技术的未来 如果您喜欢这个播客 请在YouTube上订阅 并在Apple播客上 给予五星评价 也可以在Patreon上支持我们 或通过Twitter联系我 现在 让我用伟大的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的智慧话语 为大家留下一些话 对于我们中的叛逆者来说 盲目尊重权威 是真理最大的敌人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下次再见 给予五星评价格的给我 下一个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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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